嘿大家好 歐海森 嘿大家好 窩歐城 今天招待大家的是 瑞克輔助的一個實戰解說 抓到對方的凡恩再用連續兩次一技能 直接讓他Sayyunana 那在下路晃一下之後我發現苗頭不對 上路有鬼 對方的夸克在上路欺負著我們的蘇阿 所以我這邊趕快的往上跑 不過我還是稍微繞一下路 大家記得這條路這條捷徑特別要走 人家說我復無全職 這個草蟲有胖子 我直接就過來給他挑飛一下之後發現 嗯真的有啊 嚇死我了 我本來只是亂亂講了也沒想到真的有 有朝一日我終於上市 在這邊呢我上市了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蹲爆他們 瑞克進草蟲是很恐怖的存在 但我發現這邊風水不好 所以我就決定再往下面那個草蟲去蹲 夸克出勾 就表示在大概12秒內 他現在都沒有任何的威脅性 那蹲著蹲著呢 對方的人哇 直接繞一大堵人殺了過來 這時候我先往後拉 那準備進草蟲 蓄力大招開起來 跳了起來 二劍抵擋 瑞克開大 我在後面當他爸 他完全沒吸到人啊 那最後一個二技能直接帶掉 趕快的再回到塔內 要讓他們引誘他們往前走 讓隊友有機會啊 從後面做一波gank 但我覺得呢 事情並沒這麼單純 對方應該不會完全退開 我在這裡在進草等待一次 一個閃現 欸不用閃現二技能 拉一下 小丑打到我了完了 我要死掉了 被房間塔給打死啊 好復活之後 我們就往下路跑 這邊看到甲蟲在後面追 直接進草大招開起來 秒掉他 好 那麼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啊 一日打財一日燒 我帶扛塔 你跑掉 我差點就被塔射爆 你說可笑不可笑 欸這個打野將真的太不講人情了吧 那我現在呢 看到我們上路 奴林大敵 這邊還有一個甲蟲進草 先調戲他一下 我連二技能都懶得開啊 對方呢 應該看到我的視野 所以呢 夸克呢跟小手 是從上路退掉了 有時候就是這樣 狐假虎威你知道嗎 讓他們看一下你 其實你也不用過去 喔 那對方的自然而然 就會嚇到退開 夸克呢有大招數 在這裡等待他 但他還不開大嗎 不開大我就不客氣啊 他又開大了 結果又沒吸到了 那他應該要去多看我的影片 這邊呢 還看到對方的甲蟲 直接輪燒吧 燒掉了地方的甲蟲 這時候還想繼續打嗎 夸克沒被冰到 那就算了 沒關係 那我覺得上路 我們可以壓一下 好 那順便呢 工商一下 大家記得呢 去右上角的資訊卡 點開我之前呢 做的這個傳說對決的漫畫 講解 如果你不喜歡看傳說漫畫 也沒關係 那我的稿呢 寫的是很辛苦啊 真的是偶心力寫啊 大家去給他支持一下看一下 因為他點閱率真的有點低啊 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在在寫啊 好 那上路呢 成功的B掉對方防禦塔 這個快速的講解一下我們的裝備 裝備部分呢 我帶的是遊蕩者之學 在前期能夠快速的支援 啊 只有出一件攻擊裝 其他都是坦裝 因為這樣其實也 夠讓我們去切爆對方的後排 好啦 那我這邊大招直接攪起來 我們瑞克呢 其實也很喜歡打這種 這個 在草叢附近這種 揚長小徑的會戰 因為這裡夠窄啊 夠窄的話 我的大招基本上 可以燒到全部的人 那我下一件裝呢 有些人可能會帶反甲 但是呢 我想要帶的是冰袍 因為冰袍呢 才能夠讓我瑞克在普攻那一下 有多一點點的傷害 並且呢 能夠有效的 算是一個緩速技能 因為我們瑞克啊 若不蹲槽啊 就完全沒有這個控制技能 所以有時候使用起來會有點 條件上的限制 我這邊呢 看到我們的冰線呢 離我們這個塔蠻近的 結果我們瑞克去偷對方的紅BUFF 想說過來支援一下 但我覺得 先去清冰線會比較好啦 因為 冰線 還是比較重要 那個紅BUFF其實沒什麼 如果你不來吃這一波冰 可能有些冰就已經被打死 那紅BUFF 好啦可能有些射手很在意那些紅BUFF吧 那這個時候呢 感覺一波會這樣打 但我又看到可口的野怪 那隊友呢跟野怪呢 在我心裡做這個天人交戰 你看隊友被打 我在想到底是支援還是吃野怪 那最後呢 我還是捨棄掉野怪 這個 準備支援 那麼艾里先葛屁 但我發現好像可以打 來大家看一下喔 我大招挑起來之後 直接閃現加一技能突進到後面 二技能擋掉一些傷害 這時候呢 對方的垮克呢 跟我做一個雷台賽 1 by 1啊 那我們的瑞克呢 也緊接著 不是我才是瑞克 我們的圖輪啊 緊接不是 我們的奎輪啊 緊接著跟場 跟上來啊 那這一波會戰我覺得還行還不錯 因為我們瞬間是 他 我們的打野瞬間收掉對方的甲蟲馬 那我們也直接切到後排來 那其實我之後發現 沒有到之後 眼尖的觀眾應該早就發現 對方是一個雙射手陣容 很神奇啊 不過沒關係 我們用二技能呢 貼身傷害 直接黏上來 完全免傷啊 好 那中塔呢 很可惜 因為對方已經復活了 所以呢 開不掉 好那我們順便就把 下路兵線給 清一清啊 那清完兵線之後再回家 因為現在也沒什麼血量嘛 那我們瑞克呢 其實清兵線速度 不快也不慢 因為我們畢竟出的都是 防禦他們野區的時候 挑了一個喜歡的草叢 我就蹲在這裡 那一直摳隊友過來集合 因為我看到紅BUFF在動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有人過來 小丑這時候開了二技能 那他的二技能應該結束了 可是很可惜啊 沒有黏到他 不過這夸克剛剛突然認了 大概有0.5秒 他不知道在猶豫什麼 不知道是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齁 那我們的瑞克呢 感覺有點衝啊 不是瑞克 我才是瑞克 我們的奎倫啊 有點衝啊 想要去殺掉對方後排 但是呢他們的血量並沒有到很少 那我這邊呢就頂替一下刺客的位置 衝過來直接大刀開起來 我發現我是1打4啊 那為了給騙士有好笑的畫面 故意在這個邊瞬移卡了一下牆 你看吧 我對大家很好吧 為了有一個好笑的畫面 好中路呢看到四人中啊 有四個人在中路 那我們趕快把上路兵線清掉 清兵線的同時 你要一直注意對方的人有沒有包過來 那你看像這個狀況 他們三個人往下 對上路了不起就兩個人來抓我 但應該也抓不死我 我看到小丑還在遊樂標開大招 發現他打人完全不痛啊 可以開大招啊 黏上來吧 直接黏死他 那我們隊友呢在下路 牽制的對手 雖然說呢 呃 剛剛去了愛里跟這個奎倫都被打死 但我覺得我應該有機會拆掉上塔吧 他們還有一個法師 反正在中路 反正在中路 反正在下路 所以我這上塔應該是拆得掉 那對方呢 這一場呢 並沒有選到 法師 反而選了一個 反恩 其實我剛剛不應該猶豫啦 我可以直接走掉 我沒有必要在這裡閒晃了 那結果呢 被對方直接追上來 有點可惜 有點傻 這個人頭是不該送的 那我這邊因為死掉 我就跟隊友說呢 欸等等 等我一下啊 先別打先別打 那我們瑞克呢 不是我才是瑞克 我們的奎倫呢 很認真地殺掉了兩個脆皮之後 但是我們輸的位置啊 直接被對方的甲蟲給抓到了 那最後是一個 全隊基本上幾乎S 因為剛剛本來就是一個4打5嘛 我們經濟也不是領先的特別多 所以這樣打會有點危險 而且現在已經15分鐘了 有點來到中後期 那我想說看在這裡 能不能蹲到對方的甲蟲 那結果發現他們想要往中塔去拆 那我就趕快回去守中 這兩隻啊 我只能秒掉甲蟲 馬路的話可能就比較困難 好我這邊大招直接繳起來 然後並且交一個閃線 直接黏上來 呃我們呢 自在清掉兵線就好 那甲蟲身上是有個復活戰甲的 那也不用先不用追 先把塔呢給守住 我呢現在要去追 應該也是追不到啦 有點困難啦 那我們的天空巨龍 在下路也推了一段路 可是他推天空巨龍有點浪費 因為什麼什麼毛都沒做到 你知道嗎 什麼事情都沒做到 等一下還要發他工資啊 那我在這裡呢看到對方有三個人蹲在 三個人在下路 我本來想說看能不能蹲一下 因為馬路應該會回補 然後我想說小丑不知道會不會過來 結果也沒有那就算了 我們的奎倫在上路吃著魔龍啊 那我們要等待隊友一下 因為現在基本上我們只要好好的把下路推掉 然後讓三路兵線全部灌進去 基本上這一場比賽是勝券在握啊 那我們這一場發揮的也還算是可以 該切的有切 該坦的還是有坦到 我呢不太建議呢 在中路直接爆發一波會戰 因為其實現在來講 我們已經屬於大家都滿裝的狀態 那我就跟隊友說先打下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陣容啊 其實都沒有太坦的陣容 我呢看到 因為我是先選瑞克 然後之後我們艾里才出軟 所以呢我的瑞克就沒有出太多攻擊裝 只出了一箭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的話 你看我們的奎倫呢 我跟你講年輕人終究還是年輕人 太衝動了 我不知道他衝過去幹嘛 他仗著自己有黑暗之士又有復活戰甲 想要直接收掉對方滿血的後排 但其實不是這樣打的啊 你看我這邊直接卡住對方兩隻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已經大勢已去 走不掉了 那我們奎倫最後平安的跑掉了 因為隊友全部都因為他跑過去 然後跟上去然後全部送掉 連一隻都沒收掉啊 這就很像什麼 玩奎倫就跟玩刀鋒差不多的啊 除非你這超級肥 你到後期沒什麼肥不肥的問題 你呢搞得這很像玩褲子弟 有一些錢就拿著錢這樣亂賞 那不對啊明明就沒有頭可以收 那硬要切過去 那最後只能導致大家 你看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很可惜 那對方的馬洛斯就說記得上影片 好地好地啊我已經上了啊記得來看 記得來看齁 那今天這一場蠻可惜的啊 那但是呢我覺得還行啦 因為中間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讓大家學到 比如說怎麼支援然後 玩BREAKER輔助的時候你要從哪邊切進去 希望大家呢是有學到一些東西 笑歸笑還是要學東西啊 好如果喜歡影片記得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就再次宣告拜拜啦 下部影片見